兩手大包小包東京秋葉園的街頭 再度出現打批外國遊客 手提袋打開一看滿滿的盛鬥士心史 從公仔中有遊戲到漫畫通通都有 另一邊店裡面有人正在狂掃玩具模型 說明台上堆滿等待處理的商品 這位台灣老兄以此大手筆買了10萬日圓 這還只是冰山一角 消停車內一堆一堆的貨物 能放的空間幾乎全被堆滿 台灣人爆買戰力相當驚人 日本打開國門新以全球大批遊客 誰想到日圓又再度重扁 18號一度扁到1美元對149日圓 一塊日圓大約可換得4.6日圓 創下32年來新低 遊客當然是開心到不行 泰國小朋友扭蛋轉得不易樂乎 芬蘭遊客則是到日本百元店大買特買 法國遊客來到東京這條專賣布的商店街 發現價格是法國的一半 大手筆買了1萬日圓笑得何不龍嘴 越晚越熱鬧的東京 遊客也來體驗招和懷舊氣氛的聚酒街屋 日圓狂扁不論是體驗文化品嘗美食 對外國遊客來說都是大好時機 東京先國就輕鬆了 報導